养花不要再买肥料了 无论你是养花还是种菜 只要给土里面买一点这个肥料 那么您家的植物将会不受控制 千万不要一次性埋太多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有朋友问我在家里养花种菜 发酵什么有机肥是最好的 我告诉您说 如果您养的一些长叶子的 比如长蔬菜 或者是一些官叶类的植物 以及春天的一些果树类的叶子 只要是长叶子 那么您就发酵这个肥料 这个肥料就是黄豆肥 黄豆肥拿来养花种菜 那效果实在是很惊人 我曾经就前两天 我就弄了一批黄豆肥去养番茄 结果这家伙就长疯了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不要一次性给太多黄豆肥 给您家的植物 尤其是那些正在生长期的植物 给太多呢 您可能控制不了 那个生长速度太快了 看这是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我剪下来的一些枝条 您知道这些枝条长那么长 这个应该有20厘米长吧 长那么长需要多少天呢 答案是两天 两天时间您家的番茄就可以从这么短 长到20厘米长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只有一次性给他 他们都用了一些黄豆肥 这小家 这帮家伙真的疯了一样 我前两天在上黄豆肥的时候呢 他们才刚刚到达这个架子 第二层的架子 然后呢 才三天的时间 您看 现在呢 已经整整长高了 大概有20厘米25厘米左右高度 有些长一点呢 已经准备上第四级的平台了 您看 除了这个生长速度快之外呢 它的侧牙也长得非常的疯狂 您看 像这种侧牙 这么粗壮的一个侧牙 大概有10厘米左右长度 才 才两天左右的时间 一天半左右的时间 每一条枝条上面呢 都是疯狂的长侧牙 您看 这一条是昨天没有发现的 这又是10厘米长了 才一天左右的时间 这就是黄豆肥的厉害 为什么养花种菜 我们可以用黄豆肥 但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呢 因为这个家伙 拿来促进植物生长 非常的厉害 关于黄豆肥怎么制作呢 之前有好几期的视频 制作的方法 我已经教大家了 今天呢 我教大家怎么去使用这个黄豆肥 我这一箱黄豆肥呢 是在上个月初的时候呢 我搞这个大家果的事之前呢 我就搬到楼顶 准备用的 因为已经发现好了嘛 结果搬上楼顶之后呢 这大家果就回来了 然后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家果 然后呢 这一个月呢 这香肥料呢 就放在楼顶 结果很多苍蝇呢 就进去产卵了 现在还孵胯出来 很多小家果 小苍蝇 这个真的不是好事 建议大家 每次用的时候 少取 少用 不要一次性把它全部打开了 然后这样子呢 危害太大 太多苍蝇了 而且还是活的 那这个东西 这个黄豆肥我们怎么用 使用方法也蛮简单的 使用方法有几个 一般情况很多朋友呢 都喜欢直接把它埋到花盆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点浪费 一般情况呢 我这种黄豆肥有三种的使用方法 使用的那个步骤 第一步 把这个袋子呢 稍微的绑一下 里面有虫卵也不担心啊 这虫卵呢 也是肥料嘛 毕竟它已经吸收我了 吃掉我那么多黄豆肥了 所以也把它利用掉 所以把这个袋子呢 稍微的绑一下 不用绑的很紧了 稍微绑一下而已 为的就是防止这个黄豆肥呢 给浮起来 绑一下 如果您那个袋子呢 没有东西绑呢 也无所谓 绑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往里面 加入清水 加入清水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 那个虫卵也无所谓呢 因为虫卵呢 在这么冷的水里面呢 它也受不了 尤其是冬天的水 直接把这个水加进去 我这个呢 是雨水 加了点多菌淋下去 主要是为了杀菌 你也可以直接用止癌水 然后呢 加大概 您这代狂豆肥的 二十到三十倍水 好 加满水之后呢 我们就拿来一把剪刀 把这个袋子的侧面 给剪出一些小孔 当然呢 我们用针或者是牙签呢 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是小刀 剪出一些小孔 让那些水呢 可以进去而已 可以让这个黄豆肥呢 可以彻底的溶解到这个水里面 把这些孔泡到水里面 然后这虫子呢很快可以全部冷死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夏天呢就比较慢一点而已 好了 剪出一些小孔 然后让它慢慢的泡在这里 泡24小时之后呢 这黄豆里面的很多营养呢 就会溶解到这个水里面 发酵好的黄豆 这样这个时候才浸泡 可以让这个黄豆里面的营养 全部释放出来 制作成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呢 您就可以拿去直接浸泡 浇灌您家的 目前正在生长状态的植物 当然那些睡着的植物呢 就不要给它喝了 比如无垮果啊 百香果啊 这些在冬眠状态呢 就不要给它喝了 但是那些正在生长状态的 比如番茄啊 荷兰豆啊 还有最近正在开花的那些茶花 这些都可以用 然后用完之后呢 您记得一个事情 就不要用的太多 因为用的太多呢 很容易出现旺涨 一般情况这里已经兑了三十倍水 所以呢 这里已经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水 直接灌溉 这是第一个使用方法 第二个就是泡一整天之后 剩下那些袋子里面那些渣渣 我们可以在跨盆边缘挖个洞 把这个埋进去 这个东西呢 埋在跨盆里面呢 就不会再出现肥害的问题 很多朋友说 哎我这个肥料发酵好不知道它发酵好好不好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出现肥害 如果您把那个肥料泡一整天之后呢 再去埋 这个肥料的浓度是会明显的降低 而且呢 本身我这里下了加了多菌磷杀菌剂 这里面的细菌呢 会通通被杀灭 然后就剩下一些营养在那里 这样子在埋在跨盆里面 一没有肥害 第二没有有害的细菌 第三虫卵会被再次的杀灭 这样子在埋在跨盆里面 只有粒没有任何的海处 然后这样的两种使用方式 您会发现您家的植物 就会疯狂的生产 无论是辣椒啊还是番茄啊 还是茶花啊或者是蓝莓啊 最近蓝莓不是正在准备开跨结果吗 都可以一样 用了你就发现好处真的太多了 当然还是提醒大家一句 养任何的植物不要给它太多 太多您控制不了 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奥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